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五星外之物如此花束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 那么战国纵横家书在古墓里面自开自落的时候和世界真的有什么相关吗 苏秦的形象真正在历史上发生影响主要就是通过史记苏秦列传 这就意味着无论司马迁搞错了多少史实 但他笔下的苏秦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变成了一个经典的文化鱼马 这就意味着即便司马迁的记载通篇全错 这些错误也产生了极其真实且深远的影响力 比真相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等于司马迁的记载司马光并不怀疑 司马光有一首七言律诗 题目叫赠吴之才 主人公吴之才 人生不顺相当落魄 司马光拿苏秦的事迹来勉励他 是是这样写的 圣官自立奸南里大器由来贵晚成 松白躺飞升磊落严雅合意出争容 苏秦游困休妻嫂 主妇居贫验弟兄 六印他年雍车祭会须重过洛阳城 使得首连全无之才 不要灰心 一时挫折 没什么的 他先晚成嘛 汉连呢 把他比作松白 说人间正道自然充满了挫折 不可能一帆风顺 锦连的对仗分别用到苏秦和汉朝明人 主妇演的典故 说人不得志的时候 在亲人那里都只会得到嫌弃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伟廉继续用苏秦的典故 劝吴之才好好看看苏秦的榜样 当苏秦身配六国相印 荣归故里的时候 当初看不起他的人 还不是贵得比谁都殷勤吗 更有励志色彩的是唐朝诗人薛令之的一首《草堂银》 草堂七在灵山谷 秦苦诗书向灯竹 缠门扮演 既无人 唯有白云相伴素 昔日 西头垂吊归 花笑樱蹄 芳草绿 缘和寥寥 愁转身 携琴独礼 仙家去 曲终哀怨 谁知妙 子气能师 功伤调 鱼未成龙 见未飞 家贫单学 人争孝 君不见 苏秦与韩信 独步随之师英军 一朝得与盛明军 腰间各配黄金印 拿而立志 须其鼓 莫艳登前 读书苦 自古功侯 未遇时 萧条长臂 山中户 诗句写得很通俗 说读书人在群山僻壤的 这个小茅草屋里啊 刻苦学习 生活太辛苦了 也太寂寞了 偶尔谈谈秦 自娱自乐一下 秦生里的哀怨 没人听得懂 林林家里很穷 但他就是不肯操持银声 偏要埋头读书 以至于受尽了人间的嘲讽 但是没有关系 鱼在跳上龙门之前 宝剑在剑气冲天之前 凡夫俗子 哪里看得出来什么 你没看见苏秦和韩信吗 早年昆顿的时候 还不是一样 谁能看得出他们是英雄痞子呢 而他们一旦抓住机会 遇到民主 马上就会飞黄腾达 所以啊 男人在给自己树立远大志向的时候 应该好好读读历史 看看古代那些榜样人物 有了榜样的激励 拼命读书学习就有动力了 自古以来 那么多达官显贵 在发迹之前 还不都是在穷困的生活里 发奋图强吗 随令之把苏秦和韩信并列 其实苏秦的人生更有楷模意义 因为他充分说明了拼命读书 受到挫折之后 再拼命复读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扭转命运 薛令之本人是进士出身 应该是个很能读书的人 只不过当他进士基地以后 长期在太子身边做官 职位低 俸禄薄 前途暗打 越做越没有意思 有一天没忍住 在墙上写诗发牢骚 偏巧被皇帝看到了 在他的尸体下 去了两句 意思是说 嫌这里不好 没关系 您随便到哪里高就都好 我们大唐王朝 不拦着您 这正是圣唐时代 天下一统 薛令之虽然学到了苏秦奋发读书的精神 却没法学苏秦到处应聘 没办法 薛令之只能辞官走了 默默度过极度清贫的后半生 一天都不能跳脱出 鱼位成龙见位飞的状态 形势比人强 大一统帝国就像垄断企业 保持垄断地位才是盈利的关键 看重的是稳定性 而不是开拓性 而在苏秦生活的时代 不要说真用功 真有本事 就连赖鱼冲树 鸡鸣狗道都能还来 锦衣玉食 苏秦如果生在薛令之的时代 也未必能够出人头敌呢 古人就算想透了这层道理 也不方便明说 而且除了比苏秦更多几分努力之外 也找不出什么更好的人生轨道了 所以历代追求功名的人永远会对苏秦的人生感慨万千 再看晚唐诗人贾导 他有一次途经苏秦墓写下这样一首绝句 沙埋古传 折碑闻六国新王是细君 今日凄凉无处说 乱山秋近有寒云 贾导生活的时代 正是晚唐翻阵歌剧的时代 所以贾导触景生情 生出无限感慨 好希望当今天下 能够再有一位苏秦这样的英雄出现 但偏偏没有 只有凄凉 将苏秦当作文化御马 也有和司马光贾导的诗歌相反的用法 李白受到朝廷征兆 一厢情愿的相信 自己从此可以大战拳脚 于是写诗告别老婆孩子 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出门妻子强牵异 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躺配黄金印 莫学苏秦不下计 诗句说的是自己离家的时候 老婆孩子牵着自己的衣襟 舍不得自己远行 但这等无知妇孺哪里知道 自己这次出山的意义呢 等自己回来的时候 老婆孩子可别学苏秦亲人的样子 对自己不理不睬啊 因为自己那时候应该已经功成名就 向心了苏秦发达的时候 佩戴着黄金相印 不可一世 一里白这种眼高于鼎的人 也不介意拿苏秦自比 可见苏秦作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文化鱼马 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 但是也不乏看不上苏秦的人 觉得苏秦的人生 纯属功利主义的人生 就算成功也不值得羡慕 我们可以看看唐朝秦女子 王韵秀的一首绝句 相国已随 林格贵 家封第一 又成诗 今年解校 明姬父 耻见苏秦 富贵时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 夫入相 即一昧 意思是说 丈夫元宰 刚刚升任宰相 所以自己写了这首诗 送给娘家人 这首诗等于直接伤了娘家姐妹们的耳光 可见王韵秀这口恶气 憋了有多久 王韵秀并不是普通的富家女 而是节度使家的千金小姐 姐妹们的婚姻都有士族意义上的大好归宿 偏偏自己嫁了一个貌似前利谷的贫寒书生元宰 而元宰一连多年都没能考中功名 出人头地 以至于元宰咽不下这口气 拿出了拼命的镜头 结果真的迎来了翻身之日 还一路高升 做到在相 从此以后 老婆家里的女眷们对她从嘲讽变成了霸气 而王韵秀呢 一点不留情面 写这首诗的意思是 虽然我老公发达了 但我们王家的家门传统 难道是居言复试吗 当然不是 我们的传统是先被王伟传下来的诗人风骨 怎么就出了你们这些诗的眼呢 就算我老公像苏秦一样 从穷书生变成了六国总理 但在我王韵秀眼里 这些世俗功名不值一提 言下之意是 我当初看中元宰 看中的是他的才华 是他这个人本身 而不是他的潜力 你们这些无知妇女 只会以成败论英雄 当初对我们冷嘲热讽 现在对我们各种霸解 真让人恶心 苏秦的人生 作为文化鱼马的人生 集中了各种人情事故上的尖锐冲突 一幕幕戏剧化的场面 足让人看尽了人情冷暖 也因此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也会 两种乱走的